他的PR能力其實不強 但他為什麼沒有人來幫他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他是一個自負的人 他說我怎麼可能會講不贏他 靠杯 因為他平常身邊的朋友都是 喔他講什麼 對對對 好...你好... 你怎麼會這樣想法 你好聰明喔 都是這樣的人 所以他突然遇到一個跟他 他不知道怎麼面對人家 他講不贏人家 講不贏就... 鬥手 他就是來找茬的 你看起來像個笨蛋 你知道嗎 我今天去逗一隻狗 我就... 我就讓他生氣啊 他... 他... 笨狗 他...他現在就是那條狗 真的 這兩個人很好笑啊 因為說真的 所以兩個智商都不高 兩個應該... 台灣餐廳業 這就幼稚了啊 就... 欸 超像小朋友啊 打人真的就是不應該的嘛 不管基於什麼啦 對方怎麼樣啦 你講得越大聲 你現在越在那邊... 天秋 越顯示你就是輸不起啊 我看了是覺得超級好笑 是是 自己覺得小朋友 對 然後反觀Toyz在那邊裝可憐 喔喔喔 我覺得Toyz暈暈的 你可以跟律師講 人家超聰明的 打了以後的 這個PR之間的戰爭 目前Toyz1 超哥0 如果你後面PR處理得很好 喔 我覺得還可以贏回一些顏面 確實當時沒想清楚 而且還喝了酒 一時沒有忍住 我現在清醒了 就覺得非常後悔 然後我應該要對社會有更多貢獻 因為我是一個有影響力的 你把社會認同感拉過去 你搞不好是贏的 對 最近就發生了一個 哇 金球群上的事件 佔據媒體各大版面 許多Youtuber也紛紛拍影片 然後今天呢就是讓我們看一下 完整的影片 完整的影片 都給我聽到的當下 我認真覺得這個時間會來 它就是一個流量之王的感覺 他就是會去安排這種劇情的人 來吧 好 所以這個是剛開始他們在吃東西 小女孩好像不是他女兒啊 這是他朋友的女兒 他說我帶小朋友出來 就是因為他就不敢對我怎麼樣 他是因為要直播 所以才去超哥的餐廳吃飯 那因為要直播 要去超哥的餐廳吃飯 所以他決定帶小孩來保護他自己嘛 這個邏輯如果逐漸起來 聽起來 哇 劉偉堅這個人是很糟糕的人 他很故意啊 他的intention本來就是壞的 只為了自己的流量 他什麼都不管 為了流量他什麼都做 好啦 但這邊我也要講一下 超哥你不要走到哪 手上去拿一瓶啤酒 真的會讓人家覺得 你就不是一個正經人 喝酒這個行為 到底為什麼會讓政府 或是甚至美國政府 規定都比台灣還要更嚴格 是就是因為他本身在 使用了這個酒精 你在這個substant的影響底下 你是會做出很衝動的事情 或是會影響你的判斷 我對這個是 我自己不喜歡 但我尊重他 他超哥嘛 預備 超派 你那麼年輕 哥哥保護你 你那麼年輕 保護你個頭 你自己打 被打那個豬頭來保護人 你今年幾歲 我31 對嘛 所以這邊他就已經在跟人家抬槓了 人家很誠懇的 跟你想要交 我覺得超哥到現在為止都 是蠻理性的 對啊 而且很有禮貌 我飯超難吃 真的嗎 沒有跟你開玩笑 我直接 翻面直接跟你說 超飯真的超難吃 這個 這個部分我覺得 粗飯了 只有粗飯了 但是魚肉是好吃的 還是要便宜的便宜 他把自己想的真的太重要了 我跟你講這是什麼 這是家教的問題 教養的問題 他爸媽沒有教他怎麼講話 是不是跟香港人有關係 講話比較直接 對 這個我們有討論過對不對 你跟我說其實你覺得香港人就是比較直接 台灣人就是比較微歪 藍吃的話我會說 就是蠻藍吃的 但你會說狗都不吃嗎 我不會 他這個就是 很誇張的一個說法 很冷 這很黏啊 你去挖一碗來試試看 真的 喔有啦 你看超哥有問他說 就是沒有利益分明 然後出位不夠 就是很 可以改進的 好 沒事沒事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兩個人的對話都還算是合理 目前來說都是客觀 我們來看看什麼時候到底 就開始爆 對對對 但我必須說 超哥這個地方 並沒有先去拿一碗 或是拿一個來自己試看看 然後再決定說 要怎麼去解釋 或怎麼去接受人家的建議 就是超哥會不會做生意 應該蠻會的 不然他也不會有這樣的身家 但他應該是一個真的很愛面子的人 他很喜歡聽好話 性格基底是他接受不了 人家跟他說真話 或說他的壞話 你知道還有一個語音流進他的群組啊 什麼的說 看完整段直播還覺得我不對了 我也麻煩你退群組 我們也不是同路人 這很危險啊 我覺得身為一個人 有點小幼稚的 我跟你說超哥 我現在跟你講 記住我的話超哥 沒有人有義務 要告訴你的東西不好吃 也沒有人有義務要告訴你 你哪裡做的不好 哪裡怎樣怎樣怎樣 只要講好話 就不會得罪你 還有可能跟你變朋友 被你請吃飯 跟你一起去酒店 都不用付錢 但跟你講什麼不好吃 或怎樣 那個人 要冒著被你打的風險 因為你現在正順 所以你身邊的朋友 都巴著你 但這些人不是你真的朋友 相信我 但會跟你講真心話的這些人 會被你這種個性 慢慢的都逼走 所以你身邊會沒有真的朋友 你如果是一個 可以接受別人批評的人 你才有可能會變得比現在更好 除非你覺得你不需要再成長 記憶對你來說已經夠多了 那你的視野其實也不是很高啊 每個時間點的東西也不一樣 比方說 在我們要打烊的時候 我們盡量能夠顧到品質 但是真的不用講這些 講這些 並不會讓人家覺得你比較理性 比較客觀 到目前為止 超哥的公關已經開始有點 他的PR能力其實不強 但他為什麼沒有人來幫他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他是一個自負的人 他說我怎麼可能會講不贏他 靠杯 因為他平常身邊的朋友都是 喔他講什麼 就對對對 你怎麼會這樣想法 你好聰明喔 都是這樣的人 所以他突然遇到一個 跟他 他不知道怎麼面對人家 他講不贏人家 講不贏就 鬥手 結果 真的就是這樣嘛 超哥你一口才真的不好 然後你有很多思想理念 真的也不是太跟得上時代 大家喜歡看你是因為 喜歡看你花錢 有點小丑啦 就是你就是盤子 我強烈建議你需要一個PR 會幫你做公關 會幫你在遇到重要事情的時候 會告訴你 欸你不要回答 我來回答 你不要自己處理 你會越處理越糟 你沒有這樣的公關能力 你看 你看 他們現在好像有點想法 有賺錢 花錢倒向 你看 他說有賺錢 會賺錢 會賺錢 我不允許我的店 做出這麼難事 這個就 這個就在抬槓啦 這個真的就是小貨分 來比較的這個樣本 是這個 一起一會啦 他們一罐也是一百 因為我剛剛也是吃 你那個 那個 食慣的那個 一起一會我也覺得不錯 對啊 我也覺得很好 終究老闆 我說白一點就是 但是一起一會開在什麼地方 我開在什麼地方 在畫面上看到兩個人 一個人是很明顯的 找你麻煩 但是他講出來的論述 是經過思考之後 聽起來相對客觀的論述 會讓這個極力想解釋 你說我的餐廳開什麼地段 他開什麼地段 你顯示出來的只有兩個是 即使傲慢 狡辯 就你還在狡辯啦 可以理解 他講的確實沒錯 可能另外一間餐廳 不知道怎麼區的 人事成本 他省掉的可能是裝潢啊 因為他後面就一個很醜的 騎士 這個人應該花不了多少錢 你真的不需要講這些 你如果是一個很會PR的人 你真的沒有必要講贏 你面前這個人 他不會讓你看起來比較 你是要講到他後面的觀眾 覺得 Toys這次真的過分了 超哥你能做的就是 你如果覺得這件事情 他就是來找查的 任何店家是有拒絕服務 任何人的權利的 那這個客人 如果是Toys的話 他會做的就是可能在門口大草當啊 什麼啊 看不起人啊 這個只會讓他自己 顯得很像小丑 就很 要不到糖吃的孩子 那第二就是 你都既然請了 你人 出現 你不用坐下來吧 你就過去打個招呼說 東西好吃 還是不好吃啊 有什麼建議給我啊 我先上樓 你們慢慢用才 就會覺得 超哥 現實生活上 中是那麼有風度的 而不是坐下來 硬要在那邊辯解一大堆 啊他就是 來找查的 你看起來像個笨蛋 你知道嗎 我今天去逗一隻狗 我就 我就讓他生氣啊 他 笨狗 他現在就是那條狗 真的 這兩個人很好笑啊 因為說真的 所以兩個智商都不夠 評論 兩個應該 台灣採訪業 的方式 你這樣說就不對了 超哥 我感覺到你 但這個我必須想啊 超哥為了要讓自己的話 聽起來更有說服力 他已經開始抓一些reference 是不屬於他的範疇 他說台灣餐飲業 這個我認同Toyce說的 你憑什麼代表台灣餐飲業 你開了一間 然後兩間 三間好不好 四間 五間 全台灣幾間餐廳 你就是你 你不代表任何人 我們是個不要講髒話 沒關係小孩子 聽不懂 他終究是感受到人的溫暖 對不對 這個Toyce真的 你不 Toyce 你也聽我 你不要生小孩 拜託 你這金子 就適合 射在衛生紙上 被罵頭衝 你爸爸 爸媽對你的教育 真的很失敗 所以拜託這個東西 就讓他斷在你就好了 你的家教都不適合你當你爸爸 什麼叫做小孩聽不懂 我沒有把你當成 哪裡人 其實對我來講 你是哪裡人 大家都是 華人 我們講的同樣的 同樣的中文 只是你不需要 因為這樣子 來消費我 或者是來做什麼 我做我的小生意 我犯到我的媽媽 但是 你今天就是帶著一個態度說 我就是來批評你家店的 我是來實話實說 我對你沒有任何個人意見 你有錢 不有錢 跟我沒有關係 你看啊 超哥他一直想要插嘴 就他只是想要講贏對方 我覺得真的 我們陳部長怎麼講 大可必 你的立場是你的立場 我的立場是我的立場 你的價值觀 你的價值觀 我的價值觀 這一句話 Toyce講的也沒有錯 他是 超哥一直想要說服對方 我是對的 所以他找的 道德框架是華人 因為 我們都講的一樣的語言 你香港來的 我是台灣來的 應該 common sense是一樣 他並沒有去考慮到 環境差異性 跟從小成長的這個過程當中 所造成的這些 異同性 對嘛 就像我問過你 你來台灣最不習慣的是什麼 你第一個就跟我講說 你覺得台灣人不夠直接 你香港人是很直接的 但他沒有 他就是想要用這個華人的框架 我們應該都一樣啊 你怎麼會這麼做呢 你這樣做不行啊 一直想要告訴Toyce 我是對的 你是錯的 那Toyce就說 你不要把你的價值觀套用在我身上 我跟你說 我覺得我能夠三句話以內 讓超哥發脾氣 哪天去台北 對啊 我去我要不要帶很多人去啊 他喜歡打喜歡 不喜歡打我 你覺得你 動手動腳